今天新增的確診個案當中 有一例來自新北市 是聯邦銀行確診員工的丈夫 夫妻兩個人在臺北市 又不曉得足跡 而雙北市也全面備戰 但要不要停辦尾牙 臺北市長柯溫哲還沒有決定 但是他宣布明天起 室內和戶外的運動 都要戴上口罩 臺北市還發生了一名 正在防疫旅館隔離 檢疫的男子 違規跑出房間到大廳 隔天也確認確診 有多名的接觸者因此被隔離 桃園聯邦銀行群區案持續擴大 十四號新增確診個案中 有一例來自新北市 是案一七七七一 三十七歲男性 市銀行確診員工案一七七三八的丈夫 在臺北市上班 雙北市接觸者有三十一人居家隔離中 擴大採檢八十七人 一月八號到十號三天 夫妻兩人曾搭乘板南線 足跡到過中校東路 華山文創園區 士林還有安和路等等 還有案一七八零一住在北投 工作地點是桃園聯邦銀行員工 曾經聚餐的吸體餐廳 通勤路線是捷運淡水線和台鐵 十號到過自強市場 以及遠東搜狗鐵母店 本土疫情燒進了雙北市 雙北市全面備戰 新北市長侯友宜還做了最壞打算 臺北市防疫旅館量能緊繃 在大通區有一間防疫旅館還發生一名確診者 擅自離開房間 導致曾經接觸過的李幹事 還有員警也被隔離 將開罰十萬元 而為了確診 確保醫療量能臺北市十五號將啟動防疫 專責旅館 從建坦活動中心開始 優先入住二十歲到四十歲 無症狀確診者 還呼籲中央推動疫苗護照 以減少對民生經濟的衝擊 尾牙要不要呼籲停辦 柯文哲還沒有決定 但確定的是 從十五號開始 臺北市的室內還有戶外運動 全程都要戴上口罩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